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首先漫威方面 伏联5制作再遇到麻烦 每对4遭到抵制 DC方面 超人新照片曝光 超人惨遭群殴 漫威永恒组演员已有望跳槽 饰演新作主角 那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根据外媒最新报道 漫威的伏联5再次遇到了问题 据悉 迈克尔·沃尔德伦已经退出 不再担任电影的编剧 而这一消息 很快也被知名报道账号 MTTSH专载 并且评论 我们应该把它从复联6中移除 这个就不由让人心生怀疑 就在不久前 还有消息说 沃尔德伦已经完成了 复联5的剧本 并且已经提要给了高层审核 但没想到 才过去它几个月 沃尔德伦却突然宣布退出 如果我们将前后两个消息 联系在一起 就不由让人怀疑 是否是因为它的剧本 没有满足漫威的要求 才会离开 始终呢 没有想到 如今沃尔德伦 似乎要走前人的老路 而且MTTSH的评论 似乎也不看好 沃尔德伦担任复联6的编剧 早在此前 他写《奇艺2》的时候 其实许多人就对剧本 表示了不满 虽然由他担任的洛基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据说 他真正负责的 其实只有洛基1的早期创作 大部分洛基1的剧本 和洛基2的创作 都是由艾尼克·马丁负责 因此 MTTSH对沃尔德伦 感到不满意的情理之中 但目前 《复联5》和《复联6》的情况 确实不容乐观 尤其《复联5》 虽然档基丁在2026年上映 但如果沃尔德伦真的退出 那电影的导演和编剧 都将出来空缺的状态 这可不算什么好消息啊 如果是各位的话 导演和编剧都应该请谁呢 漫威新作 《梅队4》 《梅尼新世界》 发布拉首次预告 仅过去完两天 美国总统精选人 特朗普就遭到了枪击 魏尔德让人感叹 艺术源于生活 有时候还不如生活 然而 真正让《梅队4》 在海外深谣媒体上 讨论度飙升的原因 还不止这个 就在首次预告发布后 一群网友开始呼吁抵制《梅队4》 而理由则是因为 电影中的一个角色 涉及到如今的以色列国际争议 事情呢 是这样的 在漫威发布的《梅队4》 首次预告中 出现了由以色列演员 希拉·哈斯事演的 据报道 拍电影中的身份 是前黑寡妇的成员 如今则是罗斯总统的 心腹探员 然而在电影重拍前 希拉设演的角色 是以色列的特工 萨布拉 但是因为尾巴问题 漫威害怕角色的身份敏感 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又重启了角色 将其改成了CIA的探员 但是漫威没有想到的是 在预告发布后 他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而且漫威确实有一个疏忽 虽然他们改变了 电影角色的身份 但是演员希拉自身 曾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 而也是因为车宠身份 使得许多网友 对美队4发起了抵制 他们要求漫威删掉这个角色 或者直接更换演员 其实也不难看出 在这件事上 漫威其实很被动 和演员的合约 是在国际冲突发生前就签好的 而当冲突发生后 漫威更加不可能和演员解约 否则可能就要被解读成 反对以色列了 但即便已经修改了 角色的身份和立场 可从当下的局面来看 漫威在舆论上 可能要有麻烦了 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根据外媒报道 索尼漫威新剧 《暗影蜘蛛侠》 主演《尼古拉斯·凯奇》 进入确认 剧集共有8集 而且反派将不只有人类 还有怪物 并且剧集整体 还会融入波普艺术的风格 凯奇说 这部剧更像是一种 波普艺术的混搭 就像一幅 尼希腾斯坦的画作 并搭配一些闪光点 这并不完全是 而在更早之前 索尼就确认 暗影蜘蛛侠 并非索尼蜘蛛宇宙的一部分 而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世界观 凯奇实验的《暗影蜘蛛侠》 并非漫画里面的那位 也不是蜘蛛侠 平行宇宙的那位 据悉 凯奇实验是一位 生活在20世纪 30年代纽约的超级英雄 他不是彼得帕克 而且头发花白 宝金沧桑 而对此外媒报道称 凯奇实验的蜘蛛侠 其实是漫画中的 彼得帕克的克隆体 本来逆 这个消息爆出后 立刻惹来了不小的非议 只有粉丝认为 索尼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如果说此前 独夜莫比亚斯等电影 没有出现蜘蛛侠 还可以说是因为和漫威的合作 但是如今 暗影蜘蛛侠都是完全独立的宇宙 但还是要打这种擦边球啊 就难免让观众感到厌恶 而且粉丝认为 彼得帕克的这种身份 也是蜘蛛侠这个角色的魅力之一 更换角色呢 无疑就有一种 夸羊头卖狗肉的记事感 但对此呢 网上也有账号猜测 索尼此举啊 很可能是在 规避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索尼和漫威的合约中 可能就有一条约定是 漫威在使用蜘蛛侠期间 索尼自己的电影中 不能出现彼得帕克 而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这些 连索尼的各大作品中 都没有出现该角色 此前最接近彼得帕克 出现的一次啊 就是在蜘蛛夫人中 艾玛罗伯斯饰演的玛丽 生的儿子 其实就是彼得帕克 但是呢 在电影中 没有说出孩子的名字 显然啊 这背后可能就有合约的规定 而这次凯奇饰演的本莱妮 漫画中就是彼得帕克的科隆体 在此前的综合宇宙中 也有出现 最后还被葛文偷袭 破坏了穿越的腕表 但是啊 如果换种角度来看 本莱妮比起彼得帕克 或许更加的忧郁和黑暗 以他作为暗影蜘蛛侠的主角 或许呢 还真能起到一招骑兵的作用 只是呢 具体该如何呈现 就要看索尼的本事了 至于凯奇奇到的反派是怪物 也有粉丝猜测 可能是中间宇宙的绿魔 而且凯奇来演蜘蛛侠 确实也挺合适的 始终呢 大多数的蜘蛛侠经济状况都不怎么好 凯奇这方面啊 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 在今年8月召开的第二三展会上 漫威四部动画新作将会官宣 分别是 蜘蛛侠友好凝聚 瓦坎达之焰 假如 以及X3097第二季 其中 蜘蛛侠友好凝聚为完全独立的宇宙 讲述蜘蛛侠彼得帕克 刚上大一时的故事 中国蜘蛛侠反派 以及漫威英雄 都将客串登场 只不过这个宇宙里面 奥斯本一家都会是黑人 可能会让一些粉丝感到不太适应 瓦坎达之焰 以瓦坎达勇士 寻找真经文物为主线 迎战漫威宇宙的历史和世界观 聚集共有四集 观察者将继续带领观众 浏览不同的宇宙和故事 而卡特队长 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这一季的主角 X3097第二季 和此前的X3097背靠背制作 会继续讲述 围绕着编农人群体的故事 第一季中牺牲的牌荒 也有望在第二季中 以天启四骑士的身份复活回归 并且X3097第三季 也已经开始制作 据悉 德马约赛尼之前 其实已经制作好了前两季 而如今的第三季 将由贾如系列的马修·苍兮 接手单的编剧和制片 根据推算 大概在2027年前就能和大家见面 相信大家还记得 前些年到了飞飞扬扬的德普艾美博案 当时这个案子之所以会被扩大 也是因为一个叫太阳暴的娱乐八卦媒体 参与其中 而近日这个太阳暴出售 报道了一出神经四侠演员们的撕逼大戏 据报道 在当地时间 上次三晚上八点半 有路人看到安雅泰勒·乔伊 非常开心的前往一家餐厅吃晚饭 结果不到五分钟 他就跑了出来 并且神色不善 为避免被狗仔拍到 安雅立刻上车离去 而经过了解后 原来是神经四侠剧组的主演 神奇先生佩特罗·帕斯卡 隐形女凡奇莎·科比 拼力火·约瑟夫·奎英 和导演马特·沙克曼 也在同家餐厅吃饭 据报道 安雅看到他们后就转身离开 并且表情愤怒 而在安雅离开后差不多三个小时后 神奇先生的主创才一起离开 这里呢 简单为不了解情况的粉丝们大致介绍一下 此天安雅也曾参与过 神奇四侠反叛女凝华的试镜 一度被传出已经获得了该角色 但最终漫威官宣的时候 这个角色却被朱莉亚·加纳拿下 因此呢 太阳报这篇报道 其实呢是在暗制 安雅因为角色被抢 和神奇四侠主创不对付 当发现对方居然在同家餐厅吃饭后 当即选择离开 并且啊 太阳报为了突出 安雅不想和帕斯卡等人同家餐厅吃饭 还特别补充说 当天正是欧洲杯的比赛日 所以餐厅很安静 不存在没有座位的情况 不过对于太阳报的这次报道啊 各界呢 却都是怀疑和嫌弃的态度 一是因为太阳报之前的名声啊 确实不太好 经常呢会发布一些 刻意引导情绪的花边新闻 而是因为啊 大家都觉得 安雅本身呢 也算着好莱坞的当红女星 犯不着为了漫威一个反派较真 而且网上还有消息称 是安雅的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才会慌忙打车回家 再加上好莱坞的这些演员们啊 以后总是要有合作的机会 没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呢 各界对于这次太阳报所谓的报道啊 都是嗤之以鼻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 媒体啊非尽心思 让神奇四侠提前开打 结果呢被机制的观察者们识破 避免了一场多元宇宙的灾难 啊当然玩梗归玩梗 神奇四侠也将在今年7月SDCC结束后开拍 并于明年7月25日上映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DCU超人近日爆出了全新的片场照 超人和工程师以及U标黑衣人 在体育场战斗 可以看到现场应该是二打一 黑衣人和工程师轮番和超人角力 其中工程师战力稍弱一些 被超人击倒在地 但是黑衣人似乎非常强大 不但和超人打得有来有回 而且看照片啊 似乎还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将超人打得在空中翻滚 甚至还将超人按在地上 并且在另一个片场 超人直接被打进在地里 将路面砸出来一个大坑 引来了一堆路人的围观 看起来应该是出自黑衣人之手 并且现场还能看到 工程师按着超人猛奏 以及黑衣人和超人在空中缠斗 不清楚是黑衣人抓住了 飞在空中的超人 还是黑衣人其实也会飞 而最后 两人围着单膝归地的超人 由此可见 黑衣人的占领之高 而除了超人ISO外 片场还出现了穿上超人衣服的小狗 看打扮很有可能是超人的小客 只是和漫画的小客品种 此外 同位DCU的金色先锋也传出了消息 根据外媒爆料 永恒族的金歌扮演者 库梅尔·兰甲尼将出现金色先锋 并且报道称 该选角又滚到亲自敲定 而就在消息爆出后 很快就遭到了许多粉丝的反对 粉丝们认为 金色先锋应该有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演员来扮演 而库梅尔今年已经46岁 显然对于金色先锋来说已经属于高宁 此前有报道称 新爵·克里斯·帕拉特 祖国人安东尼·斯塔尔 都被传有望出演这个角色 但也都被陆续辟谣 但即便如此 前两位演员出演的传闻 还是得到许多粉丝的赞同 但库梅尔则不同 网络上支持的声音甚少 且不说年纪的问题 光是演员的人种和五官 和粉丝心目中的金色先锋就相去甚远 对此网友认为 滚到这番选角是滑稽且愚蠢的 也由此 外网再次掀起来要去华纳开速滚到的声音 不过这个消息也仅是传闻 不论是滚倒还是演员都没有进行回应 但如果是让我评价的话 至于理由也和网上都差不差吧 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那以上就是本期罗大师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